歡迎聽眾各位 觀眾各位 網友 大家好 香港的大學每年對於國際上的大學排名都是很重視很緊張的 尤其是英國的泰晤士高教育的排行榜 其實每一間大學都會相當重視 我講的是以前 今天是不是呢 我真的不敢說 不知道 剛剛公佈了 有幾個學院 全世界做的比較 包括教育 法律 社會科學 商業 四個學系或學院的大學排名 我今天想重點說法律學院的大學排名 香港有三間大學有法律學院 包括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和城市大學 全面下跌 港大跌了15位 排36 城大跌了25位 排56 中大 由去年的排第79 跌出100 已經降到100以下 這個法律系的排名 或者法律學院的排名 全世界有257間 有39個國家或者地區 排名是計什麼呢 第一 教學及學習環境 佔總分大概是三成 然後就是做研究 也是三成 全球排三甲的 一定大家都知道 歐美國國家 美國的史丹福大學 英國的劍橋大學 美國的紐約大學 亞洲 是新加坡國立大學表現得最好 去年是12位 現在是第8位 升了4位 那 港大跌了15位 清華大學 再排得更厚 你看到法律學院 其他我不說 法律學院 或者法律學科 為什麼會跌得這麼嚴重呢 或者 如果全世界排名來說 香港的大學都會跌得很嚴重 法律學院 法律學科跌得這麼嚴重的原因 大家都不說自明 如果說得 宏觀一點 就是 整個香港的處境 今天這個事件 大家會問這個法治 由這個大學裏面 培訓這個法律人才 去維護或者去捍衛 香港的法治 還不做得到呢 說得微觀一點就是 每一間大學裏面 尤其是香港大學 我覺得情況 是很不堪的 首先就是 陳文敏做副校長的事件 他們是法律學院的 一個相當資深的教授 最後他非常粗暴的剝奪了他 做這個副校長 的 這個資格 否決了他 現在他就已經 退休了 根本就是 老老實實 留下來已經沒什麼大意義 然後對於這個 就是戴耀廷那個教席 也是 非常粗暴的剝奪了他 根本就是 幾乎都不容許他有 任何的 新辯的機會 不單只是這樣 在其他大學裏面那個 你說的那個 叫做 教學和學習環境 你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 那個問題是 那個學術自由還有沒有存在 在學校裏面 你見到 那種 打壓學術自由的情況是非常之嚴重 那種自我審查的情況是非常之嚴重 而且 在學校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傳聞就說因為學生 對於老師 給他分數 給得低於是 報這個國安處 去舉報他 在教學過程裏面有違反國安法 搞到人人自危 問校方有什麼可以幫到老師 校方的回應就說 這個國安法對這個學術自由是沒有影響的只要你守法就可以了 你想想 如果 教學及學習環境 無論是法律系或者其他的學院也好 遇到 這種情況 問題有多嚴重 對學術自由的衝擊 這間大學 第一你有自我審查 學術自由的影響 已經很大 而且又有國安法的威脅 老師去到這個人人自危 說話都是非常 緊小慎微的地步 然後有所謂 督灰舉報的情況 學校也不對他們 有任何的保護 只是 敷衍了事 學習環境會受到什麼衝擊和影響 你想想就知道 是不是 然後還有如果再說得宏觀一點 譬如學生會 所有的大學都是 學生會已經被掃地出門 港大做得最粗暴 連鎖都換了 不讓 學生回到裡面 你看得到 有些人覺得 學生組織而已 對於學校有什麼影響 這些人可能根本自己也沒有讀過大學 也沒有做過任何學生組織 完全不明白學生組織 在大學校園的重要性在哪裡 我做過 完全知道 在大學裡面是必需要存在的 自主的自己發展的不受學校干預 自治的一個組織對學生的成長對學校的自由 影響很大 現在的大學 不惜一切 因為為了自保 把這些學生組織 全面壓制 趕走的趕走 解散的解散 從開始說不跟你收會費 不讓你用學生 大學的設施 一直開始做到 幾乎 去宣佈 你做任何事都有機會去報警 你會覺得 你根本沒有辦法 在學校裡面生存下去 唯有就是解散 有些人說解散 他們沒有資格去解散 你只能夠停運 我想問有什麼分別 就是玩穴 用這個說法就叫做玩穴 OK 就是這樣 好 再說整個宏觀 說香港的情況 你說法律 大家會覺得 法律在香港 還是不是一個 我叫做 行之有效法院是一個最後的仲裁者 法院是不是已經成為了這個政權的工具 這個 在外面的人看到 看在眼裡都非常清楚 聯合國 都 提出 有關於香港的國安法 會不會是 違反人權自由 甚至違反國際法的做法 例如 未審 已經是 坐牢 違反這個無罪推定的原則 本來就應該可以保釋 但未審已經坐了一年牢 最後 如果真的審了無罪的話 當然這個機會很小 那有不得補償 多少補償都沒有用 自由是無價的 是不是 法官是不是已經成為了打壓 異見的工具呢 是不是成為了政權的工具呢 在國安法的 這個 就是 的 威力底下 無軟弛界 所以 警方一告你 這個國安處一告你 拉你 律政司一告你的時候 你根本就幾乎 未審訊的情況下 已經是定了罪 已經是要坐牢 無罪推定是不是已經是不存在的 是不是 你會看到 即是那些法官 在這個判決裏面 拒絕別人保釋 只是說了一句 你 沒辦法去 確保到你 離開了這個監獄的時候 不會再違反這個國安法 我也是不太明白 怎麼叫無法確保呢 你已經去到那個 保釋條件 嚴苛到 根本 去到一個自我囚禁 完全剝奪這個言論自由的地步 你都不讓他保釋 而有法官沈小文 判完案之後 被建制 左暴 藍絲全面攻擊 而即是 逃亡 要離開香港 這個可能是第一個 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 如果你在這樣的大環境 在全香港的大環境 跟著在學校裏面 另外一個環境 到這個學系裏面的環境 學生會的環境 你會看到 法律 還讀法律 做什麼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讀法律有用嗎 正如很多人問 讀新聞有用嗎 還出來做記者 這麼高位的行業 同樣地 做律師一樣 在一個高位的行業 還讀法律 香港還有法治嗎 讀來做什麼 除了你去助就違約之外 你還可以做什麼 令到這個公義得到彰顯 你問現在很多律師 在幫 這些 在2019年 被 拘捕的 控以 不同罪名 有沒有濫捕濫告 那種無奈無力的感覺 幾乎 什麼都做不到 不僅如此 陸續續還有來 2019年之後發生 幾乎拉得出七八八 未告 上萬人拉了 接下來 全面打壓 全面控告 一些異見的人士 法律可以幫到手嗎 律師可以幫到手嗎 在政權的 粗暴的打壓情況下 還可以做到什麼 你問很多律師 那種 無力感 多麼嚴重 所以 我一點都不意外 就是說 香港的大學 包括這個港大 中大和成大 法律系的排名 劇跌跌得那麼厲害 我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人家只是看在眼淚 我都說了 在西方國家 對於香港情況 是非常了解 特區政府說 特區政府說 他又被不知什麼誤導 這個 有些什麼 誤解 被輿論誤導了等等 我覺得完全不是 人家是 資訊 流通得那麼廣泛 怎麼會有任何誤導的情況 大家清清楚楚 現在又不是 他們不可以來香港了解 是不是 他也不是只看一面支持 他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包括這個 這個特區政府官方 或者中國官方發出來的資訊 講香港情況 暢好的 報喜不報憂的全民都看到 你不停都說 有國安法之後 香港已經由亂入治 大家就可以 安穩地生活 你說了一萬次 為什麼外國的輿論 都是不信呢 你是不是只用誤導兩個字 就可以解釋得了 為什麼不信呢 為什麼不信呢 我來到這裡 幾乎每一個 知道我是來 來自香港的人 都跟我說 香港的情況很糟糕 香港的情況是很糟糕 不用我開聲他們都已經 說到出來 他們不是 不是說 跟得很足的當然 但是都有不同的渠道 可以得到香港的資訊 那些是跟香港完全無端無端的人 可能只是看新聞 他們天生一個 叫做 對於人權自由 民主 這是入了他的血裏 我那裡也說過 例子 比如我 搭的士 跟我的士機聊天 聊天 他就說起 說起他的身世 他媽媽就是 西班牙人 人來的 他爸爸就是摩洛哥人 這是另一個故事 Another story 他知道我們來到香港 就是來自香港 他就 說我知道我知道 香港 有一次就在 去了倫敦 就有班香港人就發了一遊行 他就 好奇心驅使 就參與了 大約二十多分鐘 就看了他們派的傳單 看了他們播出來的影片 跟一些同行的香港人談過 大約知道香港的情況 於是 他就想了解多一點 看了不同的資料之後 就發覺 覺得香港的問題很嚴重 他不停地說 他說 人來的 人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對待 我們是有人權的 你看 凡是有 一些 文明教育的人 都知道 他看到香港的情況 他是不能忍受的 尤其是他也是一個移民 我相信他爸爸媽媽那個年代 為什麼會去到英國 原因就是他們身處的地方 可能會 生活環境或者政治上面 受到很大的衝擊影響 所以不得不離開他的故土 來到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 所以他 感同身受 很有同理心 對於 類似的地方也都受到壓迫的人 他寄予很大的同情 尤其是他了解到香港那個發生的事的時候 所以你不要只是說 你香港人受到誤導 為什麼你不停地說 人家都知道 有資訊那麼廣泛的流通 為什麼你的資訊 是發揮不了作用 誤導他們的資訊 發揮到作用呢 那麼有說服力 你做政府的 你做當權利是要反思這個問題 你香港市民都是一樣的 你成為香港人受到誤導 受到網絡誤導 喂大哥 你在香港 你掌握權力 掌握錢 掌握宣傳機器 幾乎所有媒體都在你那邊 為什麼香港人 那麼多香港人 都不相信你的宣傳 因為他親身感受 親眼看到 沒有 你說香港如何由亂入治 大家過著安穩的生活 表面上的確如此 但實際上 大家的壓迫 被壓迫的心理狀態 是怎樣 為什麼那麼多人要離開 就是這個原因 你以為外國人不知道 香港的情況嗎 你以為外國人又不知道 學校大學的情況嗎 所以我覺得 法律是 在排名大幅下跌 完全 和香港整體的環境 然後在 大學裏面的 環境完全有關係 你怎麼變解都沒有用 活生生很多例子給你看 陳文敏 戴耀廷 是不是 你打壓學生會 然後 學生去 國安法去篤灰 老師人人自危 全部都有報導 廣泛報導 在外國 那些是假的 那些是誤導 假新聞 當然不是 在這種情況下 有些事 解不了給別人聽 我覺得下跌一點不奇怪 不會有最低的 只有更低 你香港一直下去 就越來越差 不過 我覺得 特區政府是不會擔心 大學裏面也不會擔心 例如港大 校長張祥 就有差不多兩年才約滿 他現在已經續約了 為什麼 因為他表現得很好 在他夜眼中 當然要留在這裏 聽他說的東西你就知道 是不是 你成為 中國人的大學 以為這個大灣區服務 當然是領工 他們不擔心 他們不擔心 例如這個 李國章做 港大的 教務委員會 校務委員會的主任 主席 他怕什麼 他說的東西多黑薄 對學生 窮堆猛打 要往死淚打 說這些話 你會覺得 客觀效果就是這樣 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沒有 排名最低只有更低 這個就是香港的大學 面對的情況 不過他們都沒怕過 因為他只是背靠祖國 他不需要面向世界 正如林鄭說 通關是最重要的 你外國人來到香港 來不來都罷了 一定要跟大陸通關 他整個思維的方式 就是要跟大陸看齊 跟大陸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 是首要的 外國 走到一邊 對他來說 一點都不重要 他已經說得很清楚 你們都知道了 我們要跟大陸通關 一定要配合他們 要嚴厲 我們繼續要嚴厲 如果 譯正如此 政治更加是 政治是這樣 教育也是首當其衷 就是這樣的情況 沒得逃走 暫時景點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ge 繼續支持我心情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 的話呢 有些片 只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呢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登入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